他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人权律师 他是一个两届当选的男士市长 他是一个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而绝食抗争的韩国甘地 也是一个为了反对日本核污染水排海而致生死于都外的英雄 他是李在明 韩国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首 也是韩国唯一一个无限期绝食的抗议者 他的绝食已经持续了19天 身体已经到了极限 9月18日 李在明因健康状况恶化 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但他却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 他在医院醒来后继续绝食 拒绝吃任何东西 仅靠输液强撑 李在明的绝食行为引发了激烈的讨论 有些人认为他是一个有良知和勇气的政治家 敢于挑战权利和不公正 并且为国家和民族利益而牺牲自己 有些人则认为他是一个极端和偏执的政客 利用绝食作为一种政治手段 并且无视自己的健康和家庭 李在明的妻子和孩子们也多次前来探望他 并劝他放弃绝食 但他都拒绝了 他说他不想让自己的孩子们 在一个软弱和屈辱的国家里生活 李在明表示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他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国家和民族的尊严 那么李在明到底是何许人言 他又有怎样的经历 李在明出生在韩国的一个贫困家庭 有着七个兄弟姐妹 与从小含着金汤池出生的尹西岳不同 他小学毕业后就开始打工 曾经在工厂里受过重伤 导致他成为六级残疾人 但人穷之不穷 他没有放弃学习的梦想 李在明通过自学考试 进入了中央大学法律系 成为了一名人权律师 他受到了前总统卢武炫的影响 决定从政 为民众争取福利和权利 他曾两次当选承担是市长 任职期间还清了前任留下的巨额债务 推行了多项社会福利政策 受到市民的爱戴和拥护 他曾经与时任总统朴槿惠 发生过激烈的冲突 拒绝归还中央政府的欠款 并且是第一个要求朴槿惠下台的政治人物 他也曾经因为反对政府的不民主行为 而被捕和拘留 今年四月份 日本政府宣布将把福岛核电站储存的 超过一百万吨核污染水 排放到太平洋中 这一决定不仅威胁了韩国和周边国家的 海洋生态和渔业 也侵犯了韩国和周边国家的主权和利益 这明明是一场涉及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 正是需要韩国政府采取坚决和有效的措施 来阻止日本的行为 并向国际社会发出强烈的抗议的时候 但是韩国政府却表现出了软弱和无能的态度 并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 只是口头上表示关注和反对 李在明实在无法容忍这样的行为 于是他决定用自己最极端的方式来唤起政府和民众的觉悟 他于8月31日在国会议事堂前开始了无限期爵士抗议行动 并向总统尹熙悦提出了三个诉求 道歉 反对 改组 他要求总统尹熙悦向全体国民道歉 表明韩国政府对日本和污染水排海事件的反对立场 并改组相关部门负责人 然而在过去的19天里 李在明没有得到任何证明的回应 相反 他还遭到了检察方的多次传唤和调查 检方指控他涉嫌受贿毒职和教唆他人作伪证等罪名 并提请法院批捕李在明 韩国法务部长官韩东勋回应称 不能因为嫌疑人绝食就暂停司法调查 当地时间19日 韩国总统尹熙悦批准了法院申请 拘捕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的要求 如今身处内忧外患的李在明 是否即将被韩国政府清算 这个问题还没有答案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 李在明已经用自己的行动展示了自己的决心和信念 他或许是一个英雄 也或许是一个悲剧 但他绝对是韩国为数不多的勇士 而且放眼整个亚洲绝对称得上好汉 最后送李在明一句话 这个世界已经破破烂烂 但总有人在疯疯不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